这是一根成年的桃树枝条 今天想把它嫁接到梨子树上 真木就是这棵梨子树 距离地面40厘米处剪平枝条 现在是春季四月 真木和结穗都处在生长阶段 萌发能力强 气候适宜 利于成活 把结穗消除长3.5至4.5厘米的马尔形枭面 对着结穗消面的长度 在真木上同样消除长3.5至4.5厘米的马尔形枭面 在消面上端三分之一长度处垂直向下切 一长约两厘米的切口 结穗与真木削法相同 舌接法是架接里面愈合最牢固的架接方法之一 但是对于新手最注意 就是在削接碎时 用力要恰当 用力过猛 容易伤到手 新手需要谨慎 将真木结穗消面对其插入直至完全吻合 两个舌片彼此加紧 若真碎粗度不等 可使一侧形成层对准 然后用塑料条包沿绑紧 桃树一旦架接成功里子树后 那好处就是抵抗能力强 产量增加 品质有所改变 减少病虫危害 延长树林 不过 要想得到好处 就得先架接成功 绑好薄膜后 就套上铝箔纸 加快接碎芽的生长 15天后 可以检查架接是否成功 如果架接成功 可以把铝箔纸拆开 让心芽慢慢适应阳光 35天后 新烧肠有10公分长 生长良好 证明桃树和里子树 是可以互相架接的 架接口以下20厘米处 如果长有蒙蔑 还要清出去 防止和新烧争夺养分 一个多月 架接口浴盒怎样 可以拆开看看 可以观察到架接口浴盒平滑牢固 看不出架接痕迹 但是 架接才一个多月 架接还没有完全浴盒 一般架接后三个月后才能拆磨 今天就分享到这 喜欢就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